詞曲 暫氟15 Markus 八卦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遲到了 我們剛剛跑到第一次上課的中和儀館 上到 這是要錄音用的 這錄音用的 我們上到最上面區再走下來 所以有點遲到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邀請到我的同班同學 高中同班同學 大學也是同班同學 黃申遠 來今天跟大家聊聊 你們所做的事情 我帶來介紹黃申遠 黃申遠就是 我們一起是東海大學畢業 後來黃申遠就到葉奧 然後到耶魯大學念完建築以後 在加州做了幾年事 他直接就回台灣 可是他實際上是純正的台北人 可是一回來之後 在台北什麼都沒待就到宜蘭去了 會去宜蘭當然跟我另外一個同學有關 他被我的另外一個同學搭去宜蘭 然後一待就這樣待多久 你是幾年去的 你94年 94回來嘛 93回到台灣 19去 20年 OK 所以你跟我同一個時間回台灣 我們都93回來 所以黃申遠93年回來 其實就直接到宜蘭去 現在大概20年 這是我們最想不到的事情 因為本來根本是一個都市小孩 到那邊去 剛開始就是做了幾個很小很小的案子 一直到現在其實 大概是全台灣我們這一輩 就是50歲這一輩 大概是全台灣最好的 應該也是說全中國最好的 華人地區最好的建築師 他不敢那麼說我會這樣說 因為 因為他去年就拿到 中國在深圳的一個設計的最大獎 那之所以會拿到那個獎 是因為很多人認為 在中國這麼華人地區或亞洲地區 這麼快速成長的環境跟城市之下 對建築的關心放在跟地方跟場所 跟這個在地之間的關係 還有跟社會保持一種關係 是大陸所沒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大陸做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討論之後 最後決定給黃申遠那個最大的獎 那本來黃申遠是要帶那個 一段影片公視的影片 公視是公視拍的嗎 應該是國議會 國家藝術基金會幫他拍了一部 他個人的短片 那這個短片本來說要放 我是說可以借我們放 不要在這邊放 因為他放完你們就不用講了 因為很長的一個片子 可是那部片子是真的很好 OK 非常非常好 從頭到尾把他的Philosophy建構得很完整 然後他在宜蘭開了一個事務所 剛開始當然是開了他自己的事務所 後來開了另外一個 後來就把他事務所延伸以後 現在的事務所叫田中央建築工作室 那個田中央不是取好玩的 是他們事務所就直接就在田中央 所以你有空的話其實 應該去宜蘭就去看看他們他的房子 那他有一個做了很久的經驗裡面是 他認為要做一個好案子好的作品 最好是在建築師座落的地點 不要超過半個小時的交通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離開宜蘭 半個小時的範圍做案子 只有一個離開的就是雲門五籍 就是因為他幫雲門五籍在七八年前燒掉以後 林懷銘老師就找他做雲門五籍 現在新的他們的表演工作坊的那個整個場地 包括辦公室包括練舞的地方表演的地方 所以那是黃申遠唯一一個拉到 超過宜蘭三十分鐘以外的地方 剩下都在宜蘭做 那做這個設計還不只是每一個案子做一個案子 是那個案子慢慢慢慢被他連起來以後 他就變土霸王了 把整個宜蘭都給包起來了 那最近最重要的 而且最大的一個案子其實是在羅東 本來叫文化二館 那後來做完以後好像被叫做什麼工廠 文化工廠 因為做完以後本來要做一個很先進的完整的展館 做完以後突然發覺沒辦法變展館 因為很亂 所以只好變工廠 所以從一個本來要做美術館的 突然被他一搞搞成工廠 尤其是在剛開幕的去年八月的時候 在由他的這個房子 主辦了一個台灣跟日本的畢業設計的交流 找了另外一群建築人再把他破壞一次以後 他就只能做工廠了 OK 所以那個場地其實很自然很棒 那去年的金馬獎 你們如果有看去年金馬獎 場地就是在他的那個剛開幕的羅東文化工廠的地方 所以大概可以理解他的這個一路下來 建築的信仰其實是最接近一般人在想的事情 可是是最遠離專業建築人本來應該 好像以為建築專業就是那個 其實是我們如果回到日常生活裡面 建築應該是在放在這塊才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黃申遠在你們如果上網去 或者是看很多雜誌都會報導他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今天會找他來 他其實會放一個他的田中央學校的一個小小的 他自己的介紹 那可是本來志明問我說要他先開始 還是你們先開始 我覺得好像要你們先開始 因為他先開始 那你們就什麼都不用講 OK 所以你覺得要你先開始還他們先開始 都可以 插中間都可以 都可以 OK OK 我們放自然 黃申遠來從來不是來平圖 他就是放自然 他可以隨時插畫什麼的 是越隨便越好的 有聽過田中央或黃申遠的請舉手 我們去了兩天的台東 他們其實在那邊已經做了一個Present 可是我們希望他們再想清楚一點 那今天是這樣子 你們有任何問題 今天不是一個單向的 你們介紹你們晚以後 你們想問黃申遠什麼問題都盡量問 因為這會關係到我們的第二次要再去台東的時候 我們中間發展的Focus 那我最近在Facebook看到大家Post上去的東西 還有包括明信片 我都覺得很棒 另外一個還是跟大家講 你們大家照的照片 跟那一天的Presentation真的做得很好 我覺得還可以繼續往前走 那我們今天是從第幾組開始 各位同學老師你們好 然後我們是第二組 那我是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的 然後我現在大三 我叫譚浩瑋 那老師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想要從第二組開始 是因為我們第二組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特別在富山國小做了一個算是調查 那我們這組的目標就是要找到整個富山國小 它每一個點的一個感覺 然後我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地圖 那這樣現在有點抽象 所以我們想要 然後我在後面會講 然後下一張 然後這是我們的Outline 下一個 然後我們的組員在那邊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蘇建華學長 還有邱立揚 還有夏念慈 還有李韻偉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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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我們 原本老師給我們的目標是要做一張地圖 然後可能是做測量啊 然後去了解到整個富山國小的範圍 但是其實我們這組想要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地圖 我們想要讓整個地圖裡面 是充滿著一種生命力一種活力 然後是一種裡面可能有很多的那種感覺 但每一個人看到這張地圖的時候都會覺得說 欸 他可以有他自己的想像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地圖叫做感覺地圖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欸 我們平常在看一張地圖的時候 往往都只是在擷取他上面的資訊 可能是 欸 我要去這邊 我要去這邊 那這張地圖就結束了 他的功用就到這邊而已 但是我們想要給他們一種感覺是 欸 我到這邊 我的中圖 會看見什麼 我中圖會聽見什麼 我的中圖會聞見什麼 我的中圖會碰到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一個地圖 變成感覺地圖 那我們接下來會再講一下我們大概我們的成果 首先我們做了測量 我們把整個富山國小包含所有的建築物超長 然後他的長寬 然後都做了測量 因為他原本給我們的地圖 可能是比較 比例詞比較沒有那麼的對 那我們其實在測量的中有個故事就很好玩是 我們去找小朋友們跟我們一起測量 然後讓他們一起順便了解到他們學校的 環境 然後剛好他是我就是算是沛隊的小朋友 我會跟他一起寄明信片 然後他叫韋倫 然後再來是我們 我們幾個組員就分工到學校的每個點 去把我們的感覺記錄下來 我們在這邊 我們感覺到這邊比較乾燥 可能因為面東太陽都從這邊升起 那可能在這邊 欸這邊泥土軟軟的 欸這邊 你可以聞到什麼 什麼樣的味道 欸這邊蚊子很多 然後有各種各種不一樣的感覺 我們這組每個人就分工 在各個點 把每個點的感覺給記錄下來 那並且我們也去找了很多的舊資料 就是以前 以前的校舍長什麼樣子 然後現在的校舍長什麼樣子 我們去做一個驚喜對比 把它的整個 以前的學習 就是富山國小長什麼樣子 然後現在長什麼樣子 都把它做一個資料的建檔 那並且我們希望說 可以透過我們的鏡頭 還有我們做出的感覺地圖 可以讓更多更多的人 可能是你還沒有到過富山國小的人 也可以先了解到說 欸富山國小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是什麼樣的感覺 不會是只是一個地理位置而已 那我們為了要完成我們的 完成我們的地圖 然後我們需要跟各組合作 然後我們需要是像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能要跟 第一組還有第四組跟第五組 就是要一些資料 因為我們很想要說 我們在各個點採集的是 我們自己的感覺嘛 那我們很需要說 可不可以有小朋友們的感覺 還有師長們的感覺 包含他最喜歡的點是哪裡 他覺得這個點為什麼特別 這個點帶給他跟我什麼樣的回憶 那這是我們可能要跟第一組還有第四組 還有第五組一起做合作的部分 然後跟第三組的合作部分 我們可能需要你們的數種資料 然後因為我們在匯畫我們的地圖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數種資料也放上去 那如果我們放上去 我們會覺得這整份地圖會更有感覺 而且會更貼近實際面 那我們可以提供什麼呢 第一個是 我知道第四組跟第五組你們要做故事書對不對 就是可能會做故事書 然後還是也是第一組也是故事組 那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的一些場景的一些照片 然後我們活動過程中的照片影片 然後跟你們做合作 然後並且我們針對每一個教室 那就是蘇建華學長還有林雲偉 就是他們兩個很努力的畫 畫出了各個教室的算是俯瞰圖 然後還有場景圖下一個 場景圖 各個地點的場景圖 那我們覺得說這個東西 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到故事書裡面 或者是你們任何需要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蠻有用 因為它會給你很多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我們可以提供的 然後下一個 好 那我接下來可能就是要跟老師 就是demo一下我們的感覺地圖 那個補面的手稿就好一點 好 但是我們今天沒有帶來全部 那我們的學長的比較好 他今天沒有帶來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來demo一下 我們的感覺地圖 然後這個就是富山國小的俯瞰圖 那我們是用我們的測量資料 還有Google map去做疊圖 去做重新的比例上去重置 因為它原本的比例可能是不太對的 那我們就用了這個東西 然後你會看到說 我們會想要帶給一個感覺式 比方說富山國小他們最喜歡足球 那你這樣點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整個原來富山國小是長這個樣子 那或者是他們圖書館裡面有很多他們的作品 那你點圖書館的時候 就會有他們作品節的影片 好 可能有點大聲 好 好 然後我們又應景的用一下蘇打綠的一眼 然後可能校門口我們就也會符合 校門口也會有他們的場景圖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驚喜對比圖 以前的校門口長這個樣子 現在長這個樣子了 然後你看到 他的校門口好像滿特別的 怎麼會有這些彩繪 對 那如果有這些彩繪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我沒有影片 那點進來你會看到說原來他是長這個樣子 對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我們希望這張地圖是可以更貼近觀賞者的 可以讓他們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那我們文字紀錄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蒐集了一部分 那接下來可能就需要是 可能是第一組 第四組 第五組 幫我們跟老師還有小朋友們 蒐集他們的感覺 那把這樣子的文字紀錄 我們把它蒐集起來之後 我們會把它融合在這張地圖裡面 那這張地圖就會變成是一張 你可以充滿很多想像 看到這邊 原來東邊的操場它可能是比較乾燥的 然後你可以感覺到 你可以看得到海 你可以看到影片中我們有拍到 對 然後可以看得到海 好 那我們的報告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 學長跟雲偉他們就是畫真的 花很多時間在畫那個平面圖還有場景圖 對 有沒有同學要補充 或者第一個想要問我們 或問黃老師什麼問題 現在不能問吧 現在如果要就再聽一組以後 OK好 那個剛剛黃老師建議說 就先把大家先聽過以後再來 不一定要都聽過至少 聽個兩組再來 要兩組 因為他 因為他 你沒去過嗎 沒去過 所以 因為現在好像剛才講到說有空間的 有個小朋友的 各組 各組不同 各組的狀點 對 我只在問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 就是現在 因為他剛才好像很在意的 是把它變成一個地圖 而且這個地圖看起來是 它是將來都還會存在給不特定的其他人士看的 好像會變成這樣 我大概說明一下 一點點很簡單的說明 可能最好你沒一個補充 基本上他們 他們現在這個階段是第一次去做research以後 他們回來還有一個任務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六月大家還會去一次 去一次之前心裡要有底說 應該要在哪裡做一件什麼事情 OK 要實質做還是做一個 跟敘述有關不一定一定要 我們沒有限制一定要做一個 蓋一個什麼東西 可是能夠給他們一個 什麼樣事情是重要的 他們有第二個任務是 他們必須為這個學校做一個proposal 這個proposal我們要去募款 我們募款是為了七月 我們有另外一批 包括這邊的一半的學生要去那邊蓋一個圖書室 因為他們學校的dream 就是要有一個圖書空間 這是他們這一年前的dream 所以我們要幫他達到這個空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整個的敘述 第一個是要對外 對別人來幫忙訴說這個學校來募款 第二件事情也是留給這個學校 他們自己慢慢可以知道他們學校有多好 因為這裡的學生需要很多信心或什麼的 然後可以繼續讓他們變成一個bass 所以我覺得還故意躲開其他組的事情是不是 有點故意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這組本來就是比較focus在做 對啦可是你不可能沒有看到其他事情 所以看起來是有點故意 就是他故意把好像暫時不談職務 不談小孩不談老師就是對不對 然後你不談他缺什麼或什麼這樣 所以你是純粹從空間觀察觀察 看起來也是故意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我第一個念頭是說 你們都可以想想看 我好奇的事情是 你會一直在看這個學校裡面 可是對我來講 我很可能想知道的是他的邊緣 就是他旁邊 因為剛剛你說有看出去看到還看到 那是從裡面還是從裡面看出去的 我很好奇的是說他這個邊 他跟他的社區或小孩子上學過程 或者就是這個邊緣 如果就我的感覺 我第一個很好奇 如果純粹談空間的話 他的邊緣可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說 因為你們可能沒有空間的這個 我很好奇他的地形就是斜坡這樣 就是那個水怎麼走 就是他的斜率 這個斜的 我不曉得怎麼講 忽然間要不用建築的字 有時候不曉得怎麼講 就是他 我們建築上就是會有剖面觀 這個關係 所以我有點想要知道這個 如果你問我的時候 好吧 可是這樣講不太對 因為我不太知道你們的分工 所以你們要不要繼續講 然後我等我 我反正有在記 我覺得可以一起講 因為我拋出來的時候 對你們 我要聽起來我的任務 是要讓你們下一次去之前 可能還可以想的事情 那有很多事情 其實不一定是到現場去想 因為通常這個世界上 沒有叫做一種純客觀的事物 就沒有那種事情 就是沒有那種分析 你大理上來講 你會自己有一些假設 有些企圖性對不對 或者是有些質疑 或自己對自己的問題 或對別人說法的問題這樣 大概要產生這些事情 你去才看到東西 所以我好像 我也是 我也可以丟一堆東西出來 就是一大堆問題這樣 你們自己去解決這樣子 好不好 OK 我們是不是就第二組開始 然後我 第二組是哪一組 不是 我是說第二個Present的 接下來的一組是哪一組 第一組 那第一組可不可以就準備 我 嗯 第五組 第五組 OK 好 我已經搞錯了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沒關係 有人上場就是了 還有一個建議 剛剛黃勝元老師提出一個 蠻好的建議 因為我們當初是為了分工 讓大家眼睛Focus 所以每個人都有分 或許我們在這兩題 大家做完這次Presentation之後 我們搞不好開始不是這樣子 告訴你說你只能觀察樹 你只能觀察房子 OK 這個大家share是在這次玩以後 share這個pool 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希望 大家討論的時候 除了黃老師給大家一些 建議討論以外 我希望互相之間 因為你們一定不可能看房子 有的人不只是看到人 互相之間給一點意見 好不好 我覺得可以更強制一點 我的 我的學生常常會幹這個事 你們現在破梗都沒有關係 你們要下一 比方說有一個時間交換這樣 隨便再亂抽 我知道你們去的時候沒有去看樹 你去的時候沒有去問小孩 可是你幾乎不可能不做那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所有事情是連在一起的 這時候如果你們現在交換 你來Present他的主題 我猜你們手上的資料一定足夠 會去講出另外一套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再來重疊看看 因為你去補充的時候 常常就是你為了怕傷害他 為了怕這個 然後結果這個也不講那個也不講 乾脆你自己再重做一個 你懂我意思 就是你們這組 剛剛本來講空間的 然後請你們回憶一下 你手上有的資料去談一下植物這樣子 我猜你們也談得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這會有兩個版本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些火 我還他其他人就可以加進去這樣 那就我們下個禮拜的 等一下先做一次 這是可怕老師 下次江樂進來 下禮拜是江樂進來 我是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大三的蔡信真 然後我們組員有 就是 組長葉佳菊 對 同學 然後陳穎寧 李秉憲 徐雲軒 然後沈余浩 跟我這樣 然後我們上次 我們最終報告想要呈現的成果是 就是把那個 把他們屬於樹屋的故事 還有屬於我們藝族團隊 跟他們小朋友的故事 然後實體化成一個繪本 然後留在這個樹屋當中 然後我們那個報告的那個成果 會由我們創造出來的一個角色 就是這隻狐狸 然後他來為各位 還有為小朋友說故事 他也會出現在以後的那個繪本裡面 對 然後小朋友以後看到這一隻狐狸 就會想到 就是想到我們這一群人 這樣 然後往下 然後每個故事都有個開頭 就是我們這些故事的元素 就是記錄在這個繪本裡面 然後那個小朋友回頭看到 就會知道說這個書是怎麼誕生的 然後像他們這些師長他們 其實他這個計畫也是很 就是不刻意的提爆上去 然後結果就 就一切都動起來了這樣 然後他們 我們也希望這個紀錄呢 希望那個師長之後看到 看到他們最初對這個教育的期望 然後可以喚醒 不管是待很久的老師 還有剛進的師長都可以就是喚醒他們 他們剛進入教育界的初衷 那時候主任他有提到他就是 看了第一組影片就是有起雞皮疙瘩這樣 對 下一頁 然後我們這一群人也是因為我們選了這個課 然後就來自各系的人就聚集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那一頁浩浩蕩蕩 然後一頁顛簸的到了台東 然後本來下次他還很昏昏沉沉的 然後一進到學校看到他們就 然後就醒過來就是小孩子都很有活力 一大早就在提球 對 下一頁 然後其實我們來到台東之前有做一點點的準備 可是也不是很明確說我們到最後的目標是要達到什麼 但是我們都希望可以為這個校園 能為這些小朋友就是做點什麼這樣 然後就五組開始分工 有的幫他們測量校園的地圖 然後有的測量術 然後有的陪他們畫畫 然後這本書記錄著我們的故事 也希望這些小朋友他回頭看到 也會想起他們曾經跟我們這群交大生的 就是曾經這些這個短暫的緣分這樣子 然後除了那個實體上的 就是他們閱讀空間的改變 就是有書前後的差異 就是他們可以看到他們之前閱讀課是怎麼樣進行的 然後可能屁股還要墊直啊 然後那個就是還要在戶外 然後除了那個他們閱讀空間的差異 他們也會看到就是他們小時候曾經的那個天真的笑容 還有那個積極的態度 對 就可以等他們可能國中就會到各地去讀書 然後回來再看到這個故事 看到他們以前的就是小時候的樣子這樣 然後他們開始描繪他們的夢想屋 就是我們希望這一本帶給他們的感覺是 一個喚起他們小時候那個感覺的地方 對 然後像他們可以從裡面的照片看到他們以前畫畫的樣子 然後可能現在長大之後拿起筆畫畫可能還要猶豫很久 然後還畫的不一定比小時候好這樣 然後下一頁 然後可以看到他們小時候他們曾經 對這個書屋的想像 小時候的想法 然後對 書屋的看法 還有不管他們之後會不會再繼續走足球這條路 然後他們就可以看到他們曾經 五時五刻都很喜歡足球 一直想要踢足球這件事情 對 然後還有他們因為我們去也有去參觀他們的各個 就是四個部落 然後他們也會從這本書看到外人 來他們家鄉的 從我們外人看來的觀點 因為我覺得有些家鄉的美好可能要從外人的提醒才會 才會那個感受到 所以我們希望這本書有關於書屋的故事 然後還有跟小朋友的故事 還有小朋友跟富山國小的故事 然後希望 因為他們可能國中就開始到各地 然後回到家鄉也不一定會回到這個國小 然後希望這個故事還有這個書是一個情感凝聚的地點 就是他們回來 回到家鄉就會想到要回到那個學校就是走走看看 然後再看翻以前的那個故事 然後可能未來還會帶他們的小朋友或家人來看他們 以前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然後裡面除了夾進我們現在幫他們夾進的各種資料之外 他們未來回去還可以就是 比如說他們畢業之後 然後再回去在哪一本書留言夾故事這樣 有點像是留言給彼此 雖然不同時間回去可以看到同學現在的境況這樣 然後這是他們給我們的明信片 然後他們已經就是很小 就是都希望往台北或是往外地去 就是他們想要看 比較想要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他們家人也都在外地 所以我們希望在他們這個家鄉這個國小這個點 就是永遠在他們心中佔一個位置 就是他們回來會想要回來這個地點看他們的 屬於他們的故事這樣 然後這是我們一個想法 就是除了有繪本的話 有繪本 然後因為他們很想要有有關足球的裝飾 然後所以我們就想說就是 這是我們一個構想 就是做一個時光膠囊 然後放他們的 就是他們現在在對未來的期待 然後放進這個膠囊裡面 然後放在樹屋裡面 然後我們有試作 這樣用A式指印的 有在學校嗎 畢業之前做 對 就可能就是一大個 以後是想說就是做大一點 然後看是要做一大個 然後大家就是投進去 或者是就是一個人做一個這樣 就是一個想法 對 好 然後我們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是第四組 然後因為我們的就是主題也是跟第五組一樣 都是關於小朋友的故事 然後我們這次的那個標題是 我們一起組夢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這個夢想 其實是他們的夢想 我們只是幫他們實踐的夢想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照著他們 理想中的輪廓去幫他們繪製出來 完成出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那個 組員名單 就剛剛其實有介紹過了 就是有土木系的那個 曾彥霖跟江孟佑 然後公公系的田立安 然後電機的那個徐又生 跟電子的楊千歐 還是我搞錯了 搞錯 因為還有一個是電子 一個是電機 不好意思 將來也不是一個系 沒錯沒錯 然後因為我們去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只有短短的一個早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早上 就讓我們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們真的是 就是其實我在那個富山也有講過 我們真的是脫離童年太久 就是其實就十年 然後其實我們已經有點忘記 十年前的我們在幹什麼 十年前的我們看到了什麼 就是他們十歲的時候 他們用的想法是什麼樣子 然後120公分的世界 他們又是什麼樣子的世界呢 然後我們這次就把我們 跟他們相處的三個部分 就是閱讀 然後畫圖跟踢足球的部分做個 跟老師做個簡介這樣子 然後這是他們閱讀的時候 然後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因為要為了讓我們可以參與 他們閱讀的部分 所以他們是搬著他們輸車 從一個傳閱操場到操場對面的一棵樹下 然後做閱讀的那個活動這樣 然後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必須先把他們的輸車 先搬到那個部分 然後這個輸車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四個小朋友這樣子搬 然後他們已經就是有點拖不動 就是半抬半拖著這樣子走 然後我們就去幫他們搬 然後發現那個輸車真的很重 然後他們其實他們很 就是從這件事情上 我看到他們對輸的一些尊重跟愛護 因為當那個輸車在搬的時候搖搖晃晃 有的人會踢到十字然後腳不穩 然後就是輸會有點像要掉下來的感覺 然後他們就會用手 你看那小朋友就用手這樣子去扶著那個輸 然後他們就互相提醒說要扶著那個輸這樣 然後當他們在聽故事的時候 就是他們是坐在草地上 然後就草好高 然後就是也是騷著我們屁股好癢 然後他們其實眼神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專注 然後就算是老師在提問題的時候 他們也是很踴躍的在發言 可是當就是小朋友難免到最後就會開始坐不住 然後這時候老師就會很有智慧的 讓他們去跑了兩圈的操場 然後讓之後的活動可以更順利的進行 然後接下來是他們畫圖的部分 然後他們一開始有很多人是很專注的 在畫圖的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沒有發現到我們就是有在偷拍他們這樣 然後有的小朋友就會互相的互看 然後就互戳 然後開始就是說你在畫什麼你在畫什麼 然後就會開始一些嬉鬧這樣子 然後有些小朋友是我們問他們說 那你們在畫什麼的時候他們會有點害羞 就不想要給我們看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他們踢足球的部分 然後因為他們的足球是非常厲害 是那個就是全國第一名 然後他們這禮拜好像也是就是已經開始比賽 然後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他們要開始踢足球之前就已經開始下雨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心裡是很失望 因為在上一個活動結束之後 他們是presentation 他們的畫作然後他們的想法這樣 然後當就是到快結尾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已經偷偷已經準備好所有的一切 什麼護具啊什麼都已經穿戴好 然後就聽到那個聲音 雨滴滴答答的落在那個屋頂上的聲音 然後他們就會有點竊竊私語 然後有點失落這樣 然後後來老師就問他們說 那你們要繼續踢嗎 他們就說好 然後他們非常的快樂 然後非常盡全力的踢美一球這樣 他們真的是卯足全力完全沒有要放水的意思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還有大哥哥說 老師用挑戰 我們挑戰小朋友這個字眼 他也瞧不起我們了 竟然是就是我們就是好歹也虛掌他們個十歲 怎麼可能輸給他們 結果最後好像就還真的輸了 對然後就是他們關於他們化作一些 共同的元素的整理 就是他們很多人都希望有那種高高的梯子 可以爬到上面去可以看著海 然後因為有小朋友跟我們說 他其實還沒有在學校看過海 他可能還沒有發現學校可以離海這麼近 可以看到海 然後也有小朋友在紙張上面寫給我們說 他希望樹屋是可以就是看到很遠很遠的美景這樣 然後其實很多小朋友也有畫這種彎曲的屋頂 跟很繽紛色彩的部分 然後發現他們其實就是對於這種不規則形狀的屋頂 跟色彩是非常共鳴的 然後他們很多小朋友都說 他們很想要軟軟的沙發可以躺在上面看書這樣 然後有配合著一些音樂之類的 然後這小朋友其實他下面是他是說他有一根爬竿 他是說他的樹屋是兩層樓 但是他不想要有樓梯 他想要就是爬竿的部分 就是小朋友爬上去才能用第二層的部分這樣 然後這小朋友他是跟我們說 他想要裡面是一個室內的足球場 他想要就是下雨天的時候也可以踢足球 他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愛足球 他們就是不希望可以因為天氣 然後打斷他們練球的一些就是節奏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也有提到 剛才第五組應該有提到 就是他們很多關於足球的夢想 他們很想要有像是上面屋頂上圓圓大大的裝飾 然後有的是說是足球燈 可是這小朋友是跟我們說那三顆足球是真的足球 就是他可以踢 然後我們有問他說那你要怎麼踢 這要倒掛金鉤嗎 可是他就笑笑的沒有回答我們 然後很多小朋友都說他想要有專屬的主場座位 他們當就是老師可以在上面講戰術給他們聽 他們對講戰術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執著 然後這個小朋友他旁邊四根柱子是 他說要有原住民風格的柱子 然後老師那時候跟我們說 他下面遠遠的部分是椅子的部分 他們可以坐在上面看樹 就不只有中間那些椅子 他還可以坐在這邊看樹這樣 然後後面那一排樹 兩棵樹中間的那些東西是 就是盪鞦韆跟吊床 然後他們真的很喜歡就是樹屋裡面 有一些盪鞦韆、吊床 然後一些溜滑梯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這個禮拜 我們之後預期打算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要替他們建黨 就是除了樹屋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別的東西這樣 然後像是這個就是我們為他做的 這是五年級的蔡語心 然後他的夢想是想要當老師跟當媽媽 然後他其實一開始見面的時候 他有一些羞怯然後沒有很活潑的感覺 但是我相信你們現在心裡的OS都是怎麼可能 因為後面那句話就是 但是當他就跟我們熟視之後 他最喜歡最喜歡的那個活動 就是偷襲大哥哥肚子上的肥肉 我想很多大哥哥應該都有切身的感受到 然後這是他的畫作跟 那個右下角是他寄給我們的明信片 然後這個是陳鴻韋 他是很熱情的一個小朋友 然後他在對上是負責守門員的部分 然後其實他是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孩 然後他媽媽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常常會在高雄 沒辦法每天跟他相聚 所以平常的時候他都是跟奶奶住 然後這是他的畫作跟他的明信片 然後他的明信片說海洋很魅力 大家要好好的珍惜 就他們對於海真的是非常的保護 然後這是方佩奇 方佩奇他是一個非常珍惜和享受 任何一次踢足球機會的孩子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大哥哥跟我說 他在足球場上跟他相撞 然後連他都感覺到有點疼痛 可是那個小朋友他沒有就是沒有退縮 他很就是堅強的就是繼續在奔馳在足球場上 然後這是他想要的樹屋跟他寄給我們 他理想他的海 他看到的海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是林嘉儀 他也是五年級的小朋友 然後他是因為他有個弟弟叫做嘉燕 然後因為他又是高年級的小朋友 所以他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他非常的成熟 然後是大姐姐 然後我們也有在現場也有目睹到 就是當他的弟弟在調皮搗蛋的時候 還有大聲地嚇止他的弟弟這樣子 然後這是他的祖 因為剛才我們用的就是他的圖畫這樣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他說我們的海很美麗吧 然後這是鄭元順 他的未來夢想是當法官 他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不公平跟壞蛋 太多混亂 我覺得他很早熟 對 然後他一開始很腼腆 但是說要拍照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用很腼腆的表情 然後擺出很多很帥的姿勢 讓我們拍照 然後那個這也是 他彩色波浪屋頂也是他畫的 然後這是他畫的 右下角是他寄給我們的明信片 然後這是楊丞翰五年級的楊丞翰 然後他是因為我是跟他互傳明信片 就跟他配對的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細心的孩子 就他的貼心是很不著痕跡的 因為當我們在拍團體照的時候 其實他在人群中他都有注意到 我是不是有跟上 可是他不是就是這樣東張西望看 他就是這樣微微的看 就是左、後方的有沒有跟上這樣 然後他都是用眼角餘光在觀察這個世界我覺得 然後因為他之後 他這個週末他有加我FB 然後我們就聊了 對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他會 他跟我聊天的時候他都會一直說姐姐姐姐 然後我就覺得好虛容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他的那個畫作跟他的明信片 我發現他很喜歡海 然後我有問他說他的明信片畫的是什麼 然後是不是美麗丸 他說不是 這是我們的海跟獨嵐山 可是我覺得他用我們的海這個字 是讓我有點感動 因為他覺得海對他來說是很需要保護 然後我有問他說 那他覺得他想要美麗丸來開發嗎 他說他不要 因為他覺得他會污染了海 他覺得就是海對他來說比賺錢還要重要 對 他說他的樹要蓋在瀑布上面 然後旁邊可以種化 可是瀑山國小好像沒有瀑布 然後我們就是其實我們想要建立的 並不是單純只有他們作品的圖檔而已 還有他們的一些自信性 讓他們從中可以找到他們 就是讓他們從別人的眼睛可以看見 他們自己其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更優秀 然後這是跟老師那時候有 就分享給我們的改變世界的設計 這個TED的影片有些相關 因為其實富山他跟就是影片中提到的部分 有一些相關性 就是他們其實都是有點貧窮 然後有點沒落的 就有點像鄉村部分的地區 然後他們的人口就是嚴重的外流 人才流失這樣 就是留在當地的幾乎都是老人跟小孩 然後青壯年人口都已經到外地去就業找工作 然後他裡面提到的說 設計是大家一起來設計 而不是一個團隊進駐到這個地方 設計替他們做設計 那我覺得就有點像是我們共同做一件事情 是我們有溝通然後激發出更多的想像 然後我們覺得就是如果花開的再美 沒有根都只是曇花一現 如果我們做的事情再好 他們沒有延續下去 沒有讓他們覺得有認同感 那我覺得就是可能過了十年之後 他們可能就已經忘記現在的故事 十年後的他們跟十年前的我們 我們現在回想一下我們國小的時候 我們記得些什麼 好像是常常是一片的空白 我們不可能記得說我們哪一堂數學課 學了哪一些公式 哪一堂的英文課又背了哪一些的單字 我們會記得的都是一些關於人 關於土地的一些感動跟印象 那我們要怎麼幫他創造這些感動 讓十年之後的他們能夠記得這些感動 然後這個小朋友叫做嚴約坦 然後他很自豪地跟我們說他是台灣人 因為他的外表就是外國人的樣子 然後他爸爸媽媽也是從美國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預期聽到的答案 可能他是哪一國人這樣 可是他給我們答案是第一句 就是他是台灣人 而且還用就是你怎麼會這樣問的表情看我們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還就是因為很 讓我們想要就是除了建黨之外 還有一些小朋友的資料 是因為我們報告當天就是結束之後 主任有上台做一些總結 然後他那時候其實有點紅著眼光 然後聲音有點哽咽的跟我們說 不過三個小朋友之所以這麼喜歡足球 是因為他們在足球上面才能找到成就感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們想要看能不能幫他們 在這件事情上也幫他們建立成就感這樣子 然後我們需要就是大家的幫忙 我們希望蒐集到的並不只是我們對 可能是不只是我們對這個小朋友的優點 看到的優點 我們希望蒐集到可能像老師 然後他互相朋友之間的對他的優點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各位在座的各位 跟就是說你們互傳明信片的小朋友 我希望用你們眼睛當放大忌 去看到他們一些可能從來沒有被發現的優點 然後我們把其實優點告訴他 告訴他說其實我們知道你是這樣的孩子 然後希望你可以就是在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讓他有一些自信心 然後有一些就是可能對他未來是有影響的 然後我們希望對 我們希望我們做的事情就像是 這個蕩鞦韆上面那兩根繩索一樣 我們是連接著這個環境 然後讓他們可以就是享受那種 被風吹拭的感覺是一種感動 我希望他我們可以建立這個橋樑 對 謝謝大家 令人很擔憂的四次 每年能夠收回一位小朋友 那如果說 持續惡化下去的話 到底一個禮優呢 學人的智慧以前的話 嗯 就找到 尋找 很多人 目前發展出去 就通到最大的心情 就是要有一個地方 能讓孩子很舒服的去看一本 看一本 那孩子願意去到那邊去 然後我們可以去那邊去 那就是我們最大的環境 能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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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没有见过的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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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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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